我们先来看单字单句写作 第一部分句型改写 例题 You are so beautiful 好 这个是感叹句的代换 还记得感叹句吗 我们的感叹句会用how跟what当开头 OK how的话呢就会接形容词 what会接名词 所以来 You are so beautiful 用how开头的话 how beautiful you are 记得要倒装哦 然后后立刻接这个beautiful 再来一句 time flies so fast 一样用how开头的话 how fast time flies 有没有看到主词动词 要互相倒装 You send such a beautiful song 好 所以呢 我们就知道a beautiful song是名词 就先写 what a beautiful song you send 可以吗 这个叫倒装句型 先先主词再动词 注意哦 这边的how跟what 是感叹句 后面要接经叹号 请不要用问号的形式 从也不要跑出来 好 五题 请练习 那么初级出事的人 自己选一题练习 再来我们来看句子合并 the president was shot yesterday the time was 4 o'clock 第一个例句 我们来看 这里就是所谓的被动式 president是总统 这个总统昨天被枪杀了 ok 有没有死 我们倒是不知道 反正就是被枪击了 被开枪了 was shot 那时间在这里 所以这里要联系的是时间 还有地方 时间副词跟地方副词 放在句子后面的一种句型合并 那请注意 时间跟句子呢 时间跟地点 我们一定要先地点在时间 那地点又分为 从小排到大 时间也从小排到大 所以你要仔细看句子里面的 如果全部都是时间 那你就要从小的时间 排到大的时间 如果句子通通是地点 那你就要从小的地点 排到大的地点 所以来第一句就是 the president was shot at 4 o'clock yesterday afternoon 有没有看到 因为昨天被枪杀 时间是4点 所以用at 4 o'clock 这个时间比较小 昨天的下午 4 o'clock 可见是 来 我还是4 o'clock 他并没有说 早上或下午 所以来这个题目有点奇怪 应该是 the president was shot yesterday afternoon 会比较好吧 所以我们才会知道 昨天下午被射杀 然后我才会说是 昨天下午的4点 OK 来 这边自己接一下 Yesterday afternoon 第二个例句我们来看 the dog jumped it jumped over the fence 好 只有一个地点 所以很简单 the dog jumped over the fence 再来 the year was 1945 he was born in a small town 好 前面这句是时间 后面这句是地点 所以 时间跟地点复词 同时出现的时候 请记得要先地点 再时间 而且你要记得 你要会用那个 解析词 好 时间解析词是in OK he was born in a small town in 1945 时间继续词 in on at 大中小 还记得 OK 所以来 以下有五个例题 初级初试 请选一题 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重主题 not do I coffee drink I do not drink coffee 好 很简单 这里呢 重主 要你联系的是 现在过去未来 的否定句 问句 和疑问句的句型 所以我就不讲解了 一样哦 请注意 这个 标题符号 第一题句 立题第一题句点 第二题问号 第三题问号 并不表示 问号是接在 这个字的后面 他只是把标题符号 给了你 你自己要判断 那么当然是去抓 大写的字 放在开头 OK 请练习这五题 对不起 这里忘了给你们 五题 好 好 初级初级初识 请你找一题练习 那么富士的同学 不需要超例句 你只要把大题 以及这个的题目 抄下来就好了 初级初识的 请你抄大题 抄理题 然后找一题 来联系 接下来 初级初识的 请你继续做 我们的 智慧测验 OK 你只要写 这个叫做 等一下 智慧测验 五 然后 有二十题 第一题 第二 第三 写答案就好 第四 第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 对不起 十三 来一下 十四 也是 同样的题目 请你看 选项 十五 好 同样的看图题 选项是 十六 好 又是图题 来 看清楚 然后 选项 十七 选项 十八 题目跟选项 十九 题目跟选项 二十 题目跟选项 All right 接下来 请你做智慧测验 第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十五